联合国系统 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 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 军营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任何形式的台独之路都不可能得逞 台湾个别人在国际上炒作这一议题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战和严重挑衅 是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公然违反 也是典型的台独言论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这一言论在国际上也注定不会有任何市场 家方应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独立自主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各别人人物多次从事外的联系 刻意外去联帐二庆报告 请不吝点赞订阅